作词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们一切美地的黎明 暂时总走一个黑夜 我们用尽力拥抱着不停转动的世界 我们应该有一个机会 和现实与其所为 没有人告诉我们 想健康是错还是对 那我们怀着着希望 抵抗着命运的摇晃 我们用尽气力大喊 让青春肆意的怒放 我们天生有一种倔强 我们享受每一次较量 我们努力实现的一切 都是从前的想象 我们忘不了那所倾向 和刺痛双眼的阳光 几个一起哭过的兄弟 写下不一般的情谊 未来的日子都要坚强 我们会因彼此骄傲 没人能阻挡我们绽放 我们相互传递的力量 我们迎接每一次黎明 再送走一个个黑夜 我们用尽气力拥抱 这不停战斗的世界 我们应该有一个机会 和现实彼此错位 我们用尽气力拥抱 这个 在等待美女的同时 我 我 我先敬个酒 不用那么客气 这功劳都是大家的 我先敬他们敬爱的人民警察 杨一柳同志 对 杨一柳同志啊 生前鞠躬尽瘁 等我把话说完呢你 这个杨一柳同志 在营救淘桃的行动当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还没斗死 还没斗死 谁死了呀 马老帅 什么情况 领导来的不接驾一下 快快快快快 都等你呢 进来坐 你好 坐坐坐 这个你都认识吧 认识 那个大宝宝 小百科 隆重推荐这位 这是我们的精神之助 和物质食量 你好 王强同志 你好 白小凡 对了 什么事啊 一定要当面告诉我 跟我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我们找到了桃桃 找到桃桃了 哪儿上找的 谁找到的 是小马哥和大宝宝找到了 行啊 马帅 挺厉害啊 哪儿找到的 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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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所以呢 这次等你来 就是让大家一起庆贺一杯 不不不 这次跟我真的没有关系 不过你们能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特别高兴 所以今天干杯必须加我一个 不是 怎么能跟你没有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你看 你是我的领导 上司又是我的师傅 在工作上呢 对我的关心体贴 还不计较我这个 小警察的身份啊 帮我一起去找桃桃 那在这件事情上 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你这杯必须给我干掉 我干我干 怎么对你领导的 放开 来来来 干杯 来来来来来 干杯 干杯 服务员 上个杯子 在这么好的气氛里 咱们是不是应该唱一个警察之歌呀 不不 我不会唱歌 我唱歌无垠不全 特别难听 那个小百科 你声乐最好 你起个头 我给你们打拍子 那我就来了啊 预备开始 真可你能想得出来这么老头的方式 还来公园 这可是我处心居虑想了一晚上 才想到的约会方式 你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 因为你工作压力大 你每天都要面对那些冰冷的尸体 还有各种手术台 所以呢 你要放松精神 放松你的眼睛 把你的身体交给大自然 这里有湖水 有绿树 有草地 有芬芳 还有这么大的风 你就把自己交给大自然吧 什么都不要行 这个理由还不错 第二呢 就是这一次 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约会 这里的湖水就代表我的心 它有多深 就代表我爱你有多真 你要敢像上次跑的话呢 我就一头扎进去 你这说说又没正经了啊 所以呢 我要告诉你 鉴于你以往的不成熟还有幼稚 我呢 还要再考虑你这些 我要看着你不断地进步 找到 我有心里话要对你说 四二公斤 你上那儿去 刘云 我爱你 不管你认为 我之前有多么不成熟 多么幼稚 但是 我现在是你男朋友了 我会用我的一辈子去保护你 爱护你 不让你受到伤害 好不好 好 好了好了 你说的这些啊我都明白 我相信你 但是呢 我有一点特别的要求 什么 我们不能因为感觉的事情 来干了工作 这个你放心 我一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但是 你得允许我心里 把你排在第一位 我下面总结一下啊 关于逃逃走失案 我们是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呢 让我们的一个同行 一个交警同志 把这个案子追踪了下去 这说明了什么 大家想想 说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全面 更不细致 好啊 这个 逃逃被找回来的整个经过呢 大家已经了解到了 是吧 除了几个警校 毕业的同行的努力 我们更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这说明了群众的法律意识 在不断地增强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散会 好 我去 坐下 怎么这小伙子 心里头有疙瘩是不是 刘队 我 我 我会努力的 陆基 我告诉你啊 记住了两点 第一呢 不要因为你的同学 抢了头工你就耿耿于怀 二 在这件事情上呢 不要过于自责 它会影响你以后的工作 听懂了吗 嗯 我知道了 咱们虽然不是军人 咱们是保安 但是要拿出军人的气质来 好吧 听我口令啊 上线 原地踏步 走 一 一 一 二 一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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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等等等等 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 你出来出来 让大伙看看 老实慢慢排 让大伙看看 大伙一块啊 都看着他啊 原地踏步 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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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没吃早饭哪 啊 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你啊 拿着个劲儿来 原地踏步 走 一 一 一 二 一 对对对 告诉你啊 回家家里 把节奏掌握好了啊 吊儿浪荡的 回去 先右 转 起步 走 一 一 一 二 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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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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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我认识 对了 刚刚我在门口碰到欧杰了 是吗 我倒有些日子没见过他了 安妮 你别怪我多管闲事啊 那个 之前你跟欧杰不都挺好了吗 都是我们这帮兄弟们学习的榜样 你别这么说 我跟他也处于一个 相互了解的阶段 你别骗我了 欧阶都跟我说了 说你不喜欢警察 马晓帅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这事你别管了 对 情感的事呢 我也不必多演 但是我觉得 你是个好女孩 有些话呢 我还真得跟你说说 咱们就当探讨了 首先呢 警察是一个光荣的指引 特别是刑警 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都是最强最重的 而且欧阶 他又是一个 事业心非常重的人 所以我希望你能在工作上 给他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再加上 他的父亲也是警察 光荣牺牲了 还是个英雄 所以他从小就有 这种使命感 所以安妮 我觉得你是他最亲最近的人 你应该认同他这种使命感 我知道 这大道理呢你都懂 我也不多说了 但是我还想提醒你 欧阶真的真的很喜欢你 所以我希望你能在工作上 给他更多的支持 也同时给你们的情感 有一个良好发展的机会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谢谢你啊 我会好好想一想的 好 你会不会 nói 我会不会想到我们的 简直到我们的 我们的感情 你会不会显得 你会不会 让我们的状态 谢谢你 来 在我的 老姐 是我 大概是应你的要求 你的好友跟我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谈话 他就让我从一个警察家属的角度 去理解你支持你的工作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 做警察家属我真的是做够了 警察是你爱的职业 我不能自私地以我的喜好去断送你的前程 所以欧贤 我们各自为安吧 我知道你现在会觉得我很矫情 也许有一天 你能明白并体谅我的想法 还有 请你转告你的好友 多谢他的文献 昨天我老妈和你邻居聊天 说我们的网警工作就是无名英雄 结果我们的邻居特逗 你知道他最后叫我什么吗 直接管我叫地下工作者 那多想得出来吧 这把我们的光明道事业都说到地下去了 你不知道 我爸天天骂我 非得说我比别人 还没有别的警察威风 还让我给他印小册子 我上哪儿给他印小册子去 搞笑吗我这 我觉得你爸这主意好啊 要真有个小册子的话 我就不用老熊野人解释了呀 我有个主意 咱们建个微博怎么样 这主意不错啊 是吧咱们是王警啊 咱们有自己的平台啊 直接建个号叫 我是王警我怕谁 这 这不太好吧 神秘警察怎么样 神秘警察也不好不行 这太噱头了 要不然就叫 面纱背后的警察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好啊 是吧 这个可以 这个好 这个好 神秘一个 来来来来来来 等会儿 你接个电话 喂 喂 我 我了 你这也不常给我打电话呀 是不是把我都给忘了 你找过安妮吗 安妮 安妮 我没找过她呀 看来不光只有你这样 服务妈妈的人才打嘴巴 沃老板 我知道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 即便是马晓帅 真的跟安妮说了什么 她肯定也是为你好 沃老板 说实话 说实话 哥几个觉得你 最近有点心理压力太大了 你说孩子现在也找着了 马晓帅这么做 肯定是希望你能松松弦 好跟安妮好好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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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队 别解释 当时你提交这份申请报告 我认真仔细地看过了 但是 我没有递上去 原因呢 我觉得你当时有点太冲动了 你那个时候的心态属于 刚刚到一个岗位 完全没有适应 所以有一些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这么长时间了 我觉得你应该对这个工作和岗位 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所以我希望你拿一个主意 如果需要我聚起上交 我可以帮你 蓝队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我确实有些冲动 我还是考虑考虑 去吧 站住 干吗呀 看见我就跑 你要想骂就骂呗 骂你什么 那什么 我今天早上迟到了五十四秒 遵听领导教诲 你神经病啊 明儿早点到 feel free for 进来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没有说破 这些让他慢慢体会 你刚才怎么不接电话 急死我了 我正接受我队长的洗礼呢 欧杰 欧杰他 欧杰怎么了 来了他 好了 挂了 找我有事啊 怎么了 你干嘛你 我放手 干什么呢你 干什么 你凭什么找完你 你以为谁干净 能不用手过指指点点的吗 你别忘了 你在指我的同事 还有三个手指指着你自己呢 你手过去干净一下 不是 什么意思欧杰 心账就账计算是吧 好啊 是 我是找到了桃桃 那是一个人在我执行路段 他走丢了 我有这个责任 你以为就你们行就有啊 我交警也一样有 我找安宁 那是因为我把你当兄弟了 我不想看到你在工作上失误 在情感上还做个懦夫 你才是懦夫 不是 打 我来 你让你打起来了 你放开 放开 放开 我让你们放开 放开 放开 干什么呀 都逗到的人了 还都是警察呢 有话不能好好说啊 曼老帅 我警告你 如果今后你再关心事 别怪我不是你这兄弟 你给我记住了 你干什么呀你 几岁了 诱人啊 还打架 你放过你穿着这身警服了 我告诉你 要让蓝队长看你 你吃不了兜儿走 不是 你去哪儿啊 我给你拿药擦一擦 哎呀 我给你拿药擦一擦 我给你拿药擦一擦 你不须要 你怎么来了 是啊 你下班 我上班 只有这个时间 咱们才能见一下 太惨了吧 别胡说啊 咱们在同一个城市 你还说惨 那那些异地恋 岂不是要痛苦死了 怎么搞的 没事 磕了一下 过一段时间 还是一个 很帅的小马哥 你别贫 你快说 怎么回事 说了你不能生气啊 说吧 那个 跟欧姐打了一架 不会升级了 你们啊 怎么还是那么幼稚啊 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有什么误会不能解释清楚的 非得用这种原始方法来解决啊 他不听我解释啊 不是啊 那就是你解释的时机跟方式有问题 不是 这还是我的问题了 当然 不过 你要是不想让你们俩再这么僵持下去啊 你要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好 我都听你的 不是奇怪了啊 这多严重的事 到你那儿三句两句 就没事了 如果欧姐在就好了 那要不我去劝劝他 别别别 我自己的事我还自己解决吧 疼不疼啊 你这手一摸就不疼了 走 这不 有四百三十个人关注我们微博 我真的 你看这儿 还有二十条留言 这都是美女的 真不错啊 来看看啊 一柳 快 抱点料 行行行 没问题 来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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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女朋友吧 快给我们眨眨 我先读一下 我给你读啊 那个突然通了的心 求铁鬼 把我带到不知名的远方 好伤感哪 好伤感哪一样 沐沐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 来来看看你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你别忘了我是干吗的 我看了你的照片 你在这儿太不安全了 沐沐 你有什么事 你就跟我说吧 你别烦我好不好 不是 我 我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咱俩出去溜达溜达 要不然咱们去 去打台球 我让你次次都赢我 想赢你也得赢得了啊 那咱就去游泳 游泳最减压了 你游泳有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在进游泳池的人 不就又烦恼了吗 那 那没事 那 那要不然咱们去超市 咱捏方便去 咱把那方便全给捏碎了 怎么样 那被人发现怎么办 我买单哪 你哥我在这儿呢 你有病吧 都怪你 你现在说什么方便面啊 我饿了 咱们吃东西吧 行 走 吃好吃 走啊 走啊 这小杰一个星期都不回来 你说这回来了吧 弄了满脸的伤 我得跟她谈谈 孩子刚睡着 你明天再找她谈 你明天找她谈啊 我 老这么下去可不行了 我这儿整宿整宿地做个梦 这心哪就跟你有掏出去似的 你也别那么绝对 我看孩子没说瞎话 他不像执行任务受的伤 老头子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 我 孩子都那么大了 自打上了高中以后 你什么时候见她打球受个伤 好了好了 我答应你 过两天我找她好好谈谈 来来来来 你先坐 你先坐 明天就明天 我一定找她好好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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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 你 你有事瞒着我 没有啊 睦睦 姐这两天一直想跟你谈谈 我都知道了 我已经看见了 而且今天已经像杨一柳 证实过了 你跟马小帅在一起了 姐 我真心祝福你 那你不会怪姐姐 没有新手跟你的承诺吧 不会 今天杨一柳已经帮我分析了 一下我的感情 我呢 是一厢情愿地喜欢马小帅 评分的话只能评五分 但是你跟马小帅是互相喜欢的 你们俩在一起的话 分肯定比我高啊 所以我想好了 我退出 姐 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和开心 你现在幸福吗 开心吗 好 要不我现在打电话给大医和大医夫 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别 先别急着跟他们说 我想这件事再稳定一些 我自己告诉他们 好吧 安吉小姐 我想请问一下您 是什么样的动力 让您已经获得了武林大赛的赢奖之后 依然选择弃有从商的呢 我是技术的商界 但是我并没有说过 我要放弃我的舞蹈专业呀 我在经营我们豪建俱乐部的同时呢 也会亲自教授拉丁舞课 下一届的舞蹈大赛 我还会参加的 我会为那个金角而努力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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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你们先走吧 我还有事 好 那么这家在本市来讲 算是比较高端的健身俱乐部之一的场所 是您自己投资成立的吗 当然不是了 我们的董事长是董俊恒先生 他很欣赏我的才华 并且呢 他也赞同我的精英理念和教学方式 我们两个人属于一拍即合 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中心的朱岳安妮小姐 不 是安妮总经理精英有方 同时呢也预祝您 在下一次的武林大会比赛中 获得好成绩 谢谢 谢谢大家 那请大家进去参观一下吧 这边请 我们去参观一下 一边请 这边请 这么巧啊 爸 这么大事 都没通知一下老朋友 董事长非得把我拉过来 我还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呢 你行的 我相信你 一直以来 你都有这个梦想 想开一个舞蹈教室 现在这个俱乐部 应该算是帮你完成梦想啊 算是吧 那个 你可以叫你的同事啊朋友 都过来健身 这里的设施都是一流的 教练呢 也都是获过全国名次的 我给他们打最低设的 行 我还有点事 我先不陪你了啊 好 让 home 这晚五天不走 老板 哪里 这个多少钱啊 那个三百五的 最后一个了 这个我要了啊 行 稍等我给你包起来 行 谢谢 老板 哪里 这多少钱 那个三百五 我最后一个都已经卖了 卖了 怎么是你啊 我还想问你呢 站住 你是干什么的 换床啥 你抽烟抽烟 不是 不是 换床啥嘞 对不起啊 我们这是高档小区 不许外边的人随便进入 你说你是换床啥嘞 你要是贴广告的呢 流门窍锁的呢 你 你赶紧说嘞 俺是整整经经地做生意 你俩说完流门窍锁嘞 我是把丑话说前面 我告诉你 你赶紧走 要不然城管要来 可够你好瞧的 你看这大哥你说嘞 俺也这是为人民服务嘞 你说你把人捡去 打算认着小区里头 夹夹锦藏羊 捡蚊子咋弄来 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蚊子 我告诉你 要换床杀 我们有物业 请回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 听我的听我的 慢走慢走 辛苦辛苦 来来来 加力可 辛苦辛苦 谢谢啊 王大兵 上往办公室来一下 给我听一下啊 挺巧的 要不咱俩组一对吧 咱们参加比赛 拿个名字怎么样 好啊 搞不 服务员 给我来个冰的 两位要什么 冰卡不清了 没想到 你还有点评委嘛 你这是在夸你自己吗 没有 我从来不夸自己的 不是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夸你 真的 我一直以为 像你那种富二代 肯定是 开豪车追名魔 但还真没想到 你还 有这个爱好呢 不是 我我 我澄清一下啊 我不是什么富二代 我这一辈子 也算是经历过很多痛苦的人 你还吃过苦呢 你吃过什么苦 你跟我讲讲 以前的事就别提了 你跟我说什么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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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了 这事吧 得追溯到我小的时候 小时候我爸妈忙了 就给我放到我姥姥家养 我姥姥和我姥爷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顿顿都做小油菜 小油菜白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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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不夸张 我小学六年级之前 脸都是绿色的 现在我妈想起这事了 还巴巴巴的掉眼泪呢 这就是你吃过的苦啊 啊 说了说了 不告诉你 非得让我说 说完了你还笑话人 不是 这样吧 我介于你小时候真的吃过苦 我以后就不叫你富二代了 我叫你油菜哥怎么样 油菜哥 他们倒是都叫我辉哥 你还真能接得上辉哥 请问辉哥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玩模型的 这事吧 得追溯到我小的时候 你小的时候 一边吃油菜 一边玩着模型 特别的苦 你再这样我走吧 我不说我不说不说 你说你说你说 你说吧 对了 你是什么情况呀 你女孩子家家的 为什么喜欢这个呀 我呀 那也得追溯到我小的时候 我走了啊 不不不 我 我真不是这意思 我真的 真的是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爸我妈也给我买过洋娃娃 可是我家里的环境 家里的书 全是跟军事有关的 然后慢慢地我就不喜欢小姑娘玩那些东西了 后来家里就剩下 什么刀啊 剑打啊 三叉戟啊 还有军事模型 我爸我妈也没说什么 所以啊 就造就了我这样一个 特别特别称称的军事母 两位的咖啡 谢谢 好 喝吧 好嘞 不错呀 老马 自从你上任以后 这个小区 对咱们保安大队的评价很高 那好 那都是应该的 我这个人啊有个特点 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我儿子啊 替我应聘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在资料上 我就这么写的 什么 您儿子 光路的人民交警 替我交的这个简历 不过应聘我的是您啊 您是慧眼识珠 不过 这慧眼识珠的人啊 还真不是我 你看看 我这外甥女儿白小凡 做了好事不留名 您说您儿子是交警 这我就明白了 八成啊 是您儿子 托我们家白小凡 所以呢 白小凡 才亲自上我这儿来 把您的情况 详细地跟我介绍完了 我这才聘用到您 白小凡 就是交警那个姑娘 她是我儿子同事啊 看看 到现在 您还不知道 谁是真佛呢 就那个交警小姑娘 她妈她爸 都是干部 她呀从小就不求人 从来没跟我张过嘴 我估计呀 您儿子 跟我那外甥女啊 关系不错 要不 她怎么能专程 为您的事儿来找我呢 我明白了 原来是白小凡求的您哪 对了 她爸 我的连接 她妈 是我大姨子 都是干部 喂 柳亚 快看 窗外 你能告诉我你许的什么冤枉 让我猜一下 你一定是希望 我们的爱情长久的人 那就是希望我们成生不老 我知道了 你许的是 让我们早生贵子 讨厌 这是个愿望 要是真的说出来 不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 对不对 有道理 那让我们一起 芳菲我们的愿望吧 一 二 三 飞 我们是彼此 可以停靠的港湾 请你相信 你爱若在我爱定在 请你知道 你若爱好便是情言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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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爱愛 就失去了 这是什么 sleet 每一盏都有哭红的眼 是否多年后才会怀念 不但愿天空永远的蓝 像是阳光下呼吸的海面 我要大声呼喊 还未青春纪念 善良的是昨天 那些不舍的长年 可旅程依旧遥远 可旅程依旧遥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